县府教育处举办 《漫费天使》 顺目关怀活动 由副县长陈生生主持 邀请本县近300位特教学生 家长及老师一起同乐 臣副县长发送圣诞礼物 提早为这群漫费天使 献上祝福 林县长就任之后 就是希望让南投县 每一位县民 包括小朋友 都能在这个县内 快快乐乐 幸幸福福的生活 所以在学校的部分 对身上朋友 也特别加出了一份关心 所以今天的活动 等于就是 让我们《漫费天使》 在整个年度里面 要即将新年度 来举办这个活动 最主要就是一方面 让他们过个快乐的圣诞节 另一方面 找了一些表演团队 来让他们有所启发 陈副县长表示 人生并不完美 但因为有爱 而弥补缺悍 活动中也颁奖表扬 国立近南国际大学博士 郑国成 建立旭光高中古小双两位 2015年总统教育奖得主 过程简单隆重 混账综艺团也以近战的武器 和生命故事来分享 鼓励漫费天使 要勇敢冲破黑暗 影像光明 也期盼整个社会 都能用爱与包容 来对待这群漫费天使 这些混账动义团的成员 都是身杖 肢杖 还有肆杖 等方面的 其限的社会人士 组成了一个表演团队 由他们亲身受身处地 甚至于来表达 他们虽然先天条件不足 不过他们扣服过向困难 也组出社会 也迈入整个国际 甚至于参加舞蹈比赛 还夺到世界冠军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给小朋友很多企划 知名的苹果剧团 这一精彩的年度大戏 《小狮王过圣诞》 和曼菲天使来分享 故事内容结合圣诞节意象 演出过程充满 虚无游戏互斗概念 寓教美乐 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 圣诞节欢乐的气氛 也教导孩子们正向的人生观 面对生命多出精彩